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作者 谭剑听传 演播 西瓜的园 小盐 后期 胆小鬼 第127集 黑人微笑海统 小子 你倒够胆 不怕我杀了你吗 孩童轻吃一声 你要杀我 我不会叫吗 等庙里的人都被吸引过来 看你怎么跑得拖 黑人心中一惊 震撼于孩童的聪慧 但表面依然一副镇定的模样 道 我可以杀了这个婴儿 然后用你做人质逃出去 孩童淡定地道 你不能杀这个孩子 为什么 他又不是你弟弟 黑人忍不住笑了 难道这个孩子将人家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弟弟 因为你杀了他 你也活不成 黑人道 我说过 我杀了他用你做人质 我也逃得出去 孩童哼道 哼 你逃得过刘泉山庄和安阳郡主的追杀 但是你逃得了幕后主使的黑手吗 黑人怒道 胡说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孩童悠悠地道 杀人灭口 难道你这个大人还不如我这个孩子了解 为了不让安阳郡主知道真相 你必须得死 黑人心中悍然 他知道 孩童说的是真的 那幕后之人为了不让真相泄露 真的会做出杀人灭口的事情 他背后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 瞪着孩童 只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孩童 而是一个小怪物 你不是孩子 孩童翻了个白眼 我怎么不是孩子了 你又看过 长得像我这样的大人吗 大叔 不能因为我聪明 知道的事多一点 你就怀疑我不是人 呃 黑人被孩童说得不好意思了 孩童甩了甩手 一副驱赶苍蝇的表情 你快点走吧 别想着杀这个孩子了 赶紧回去带着你怀孕的妻子离开 找一个幕后黑手找不到的地方好好生活 不要再做杀手这么危险的职业了 免得你的孩子以后没有爹 还知道我妻子怀了孕 你不是怪物是什么 黑衣人懵逼了 竟然真的听话的乖乖离开了 等到确定黑衣人离开后 孩童走上前 伸出肥肥的小指头 戳了戳婴儿的小脸蛋 自言自语的道 不能将弟弟留下来 否则 刘老爷知道两个孩子都活着的话 肯定还会继续对南风宁下杀手 为了南风宁能够平安长大 弟弟 只能委屈你了 不过你得感谢我呢 如果不是我 你今天就死了 是哥哥我救了你的命哦 你要知恩图报 长大后要听哥哥的话 孩童抱起婴儿 别看他年纪小 力气可不小 抱着孩童稳稳地走出房间 走出院子 院子外面长廊上 一个年轻女子看到孩童过来 立刻跪倒在地 孩童将怀中的婴儿递给年轻女子 清雅 以后就要拜托你好好照顾我弟弟了 是 属下一定照顾好二少爷 清雅坚定地回答道 她原本是孩童的贴身丫鬟 年前由孩童安排嫁了人 却暗中一直与孩童保持着联系 对孩童非常忠心 超越天泉山中的庄主与庄主夫人 清雅接过孩童递过来的婴儿 用带来的斗篷将婴儿包好 不让她被雨淋到 大少爷 二少爷还没有名字吧 不如你帮她取一个 取名字吗 孩童冲口而出 就叫卓一行好了 卓一行 清雅觉得这个名字有些怪 是哪两个字啊 一是一二三四的一 行是行行的行 孩童不可能跟手下说 是自己恶趣未发作曲的名字 编了个理由道 魏风何广有云 谁为何广 亦为行之 谁为宋远 其欲望之 谁为何广 曾不容刀 谁为宋远 曾不重巢 讲的是 所永的是 屡居为国的宋人 因受到某种阻挠 私规不能 面对河水 反复畅叹 表达其客子私规 而不得的 焦急心情 二弟身为 刘泉山庄的二少爷 却不能回到刘泉山庄 跟着宋人何其想象 意味行之 一行 希望二弟 总有一天 能够以刘泉山庄 二少爷的身份 光明正大的 回到卓家 嗯 大少爷大才 这个名字取得真好 身为大少爷脑残粉的清雅 再也不觉得 卓一行这个名字 古怪了 孩童又从怀中 掏出三本册子 递给清雅 这三本内功秘籍 等一行到了年纪 就让他学习 你有了孩子 也可以让孩子 跟这一行一起学 嗯 谢谢大少爷 谢谢大少爷 清雅感激无比地 接过册子 将写着北明神宫 凌波微布 和天山折眉手的册子 塞进胸前的衣巾里 孩童收回 望着清雅 抱着孩子离开的视线 轻叹了一口气 唉 乱世将至 有本事护体 才能在乱世中活下来 按说修真比习武要更好 可惜 自己这个亲弟弟没有灵根 也只能习武了 诺诺 你在哪里呢 孩童 也就是 李家大哥 感叹道 十八年后 蒙古人南下 南宋公帝投降 宋王朝经历三百二十年 终于灭亡了 先帝宋多宗 在杨淑妃的国舅 杨亮杰的护卫下 带着自己的儿子 义王赵氏 广王赵炳出逃 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 张世杰 陈怡忠 文天祥等会合 接着 进封赵氏为天下兵马督元帅 赵炳为副元帅 援军统帅薄言继续对二王穷追不舍 二王最终逃到泉州 刚满七岁的赵氏登基做皇帝 视为宋端宗 在逃往雷州途中 遇到台风 帝州轻浮 宋端宗差点溺死 并因此得病 简陋的房间里 小小的孩童烧得全身通红 并没有齐备的药材治疗 孩童面临的命运只有死亡 孩子的母亲以及下属们悲痛无比 却无法拉回孩童的性命 只能无奈地放弃 忽然 一个身穿轻衣的少女走到床边 抱起孩童往门外走去 诺儿 你抱着你弟弟做什么 赶紧翻他下来 身穿盔甲的男子 看到少女抱起孩子 急忙出声阻止 少女淡淡地看了男子一眼 开口道 舅舅 大弟弟留在这里只有等死 我带他走 还能多一线生计 你要去哪里 我们后边是蒙古人的追兵 只要你们一离开 就会被蒙古人抓到 若是蒙古人 用你们威胁我们怎么办 少女自信地道 放心 他们抓不到我们 男子气笑了 你哪来的自信呀 就凭我的本事 少女说着 右脚一踢 没有见其的脚挨上桌子 中间的桌子 桌子就散了架 男子吓了一跳 你 你有武功 少女道 算是吧 我自信能够保护好大弟弟 让他不会被蒙古兵伤害 男子咬了咬牙 做出决断 好 你可以带走事 多谢舅舅成全 少女向男子攻了攻身 此刻 房间里面的另一个女人 才像反应过来一样 扑了过来 是 我的是 少女退后一步 母飞 大弟弟的病情耽搁不得了 女子文言 立刻收了眼泪 对少女道 弩儿 我把弟弟 交给你了 你 你一定要救活他 少女保证道 他是我弟弟 我不会让他死的 女子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他一边抹眼泪 一边朝屋子的柜子走过去 我之前 给你弟弟做了几身衣服 我们赶紧给他换上 否则穿着这么一身 肯定会被蒙古兵认出来的 这个正在流眼泪的女子 正是宋端宗赵氏的杨淑妃 拦住少女的男子 是他的兄弟国舅杨亮杰 孩子自然是宋端宗赵氏了 原本的历史上 赵氏会死于这场风寒 但如今有了一个变数姐姐 这孩子的性命肯定会保住了 少女自然就是穿越过来的韩诺了 她这一世是婴儿穿 成了即将亡国的南宋公主 杨淑女的女儿晋国公主 面对国婆家王 韩诺恨不能杀掉蒙古的皇帝 亲自上阵将蒙古兵赶回关外去 然而 她感觉到这个世界天道对她的限制 让她不能肆意妄为改变历史 大的事件必须按照历史走 只有一些小事情 或是与历史无关的事情 她才能够做出略微的改动 韩诺抱着怀中的孩子 她带着孩子离开 只要再不出现 也算宋端宗死了吧 这样孩子也能保住性命 离开宋军驻扎的地方 韩诺找到一个山洞 暂时安顿下来 用灵气为孩子清除体内的病气 孩子身上的温度降了下来 韩诺终于舒了口气 不过问题接着冒了出来 她要如何安顿这个孩子呢 总不能带着孩子到处跑吧 她还要找她的李家大哥呢 索性 没让韩诺苦恼多久 她得到一个消息 原本在斩龙脉中 会覆灭的流泉山庄冰蛋 没有覆灭 而且全部搬迁到海外一个 叫做海南岛的地方去了 如此巨大的改变 韩诺确定了 李家大哥这次穿越的 肯定是流泉山庄的人 抱着还在昏睡的孩子 韩诺朝着海边而去 再说李家大哥这一世 他穿越成了流泉山庄的大少爷 也就是阻止杀手 杀害婴儿的那个孩童 18年过去了 李家大哥已经结成金丹 实力强大 轻易地从老庄主的手上 读到山庄的管理权 并且着手将山庄搬迁到了海南岛 这中间 很多人因为故土难离而反对 都被李家大哥强势镇压了 在海南岛安顿下来后 李家大哥将卓一航 找回了流泉山庄 让父母和孩子相认 随着南风宁逐渐长大 老夫人和庄主夫人已经明白 南风宁不是他们的孩子了 此刻见到亲生孩子还在世 两人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孩子 我的孩子 庄主夫人抱着卓一航大哭 卓一航无措地搂着庄主夫人 眼泪也不由地流了出来 虽然他从小到大都被清雅和其丈夫呵护着长大 但亲爹亲娘跟外人是不一样的 小时候卓一航不知道多羡慕 清雅的孩子有父母在身边照顾 老庄主比庄主夫人好一些 虽然也很激动 但还是理智地向大儿子询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弟弟 你弟弟不是被杀手杀死了吗 李家大哥的 那个杀手没有杀死弟弟 他害怕刘老爷杀人灭口 也害怕我们刘全山庄和爱阳公主找到算账 所以他放弃了杀死孩子 老庄主吃惊不已 刘老爷 他为什么要杀你弟弟啊 李家大哥的 刘老爷要杀的不是弟弟 而是郡主生下的孩子 那个孩子不是他的 老庄主懵逼一瞬抹了把脸 我想我能够理解他 老庄主接着问道 那杀手既然放弃了杀人 为什么你弟弟还会失踪啊 李家大哥的 是把我弟弟抱走了 我怕刘老爷还会找杀手来伤害孩子 那时我只以为他是刘家的孩子 就将他抱出来 交给亲雅太子抚养 直到弟弟长大后 看他跟爹你有五分相似 我才确定他是我弟弟 老庄主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啊 虽然你当时的做法 太过不妥 但你救了你弟弟 很好 卓一航已经与庄主夫人 接受了拥抱哭泣的场面 站在一边了 此时听到老庄主和李家大哥的话 立刻感激地道 谢谢你 大哥 李家大哥冲着卓一航笑了笑 你说我弟弟 用不着说谢 庄主夫人含着眼泪 嘴角则挂着笑容地说道 是啊 自家兄弟 说感谢的话就见外了 你们父子三人慢慢聊 我亲自下厨做一些好吃的 庆祝一航回到我们卓家 大哥 那个 那个刘家的少爷怎么样了 会不会因为我的回归影响到他 卓一航问李家大哥 不会的 他有他的机缘 李家大哥安慰卓一航 毕竟与刘家的关系不错 李家大哥带着山庄搬迁时 提醒了刘老爷和安阳郡主 但两个人听不听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南风宁则在一年前 已经离开了刘家出外闯荡 这个时候 他正筹划着行刺蒙古皇帝的事宜吧 庄主 庄外有一个姑娘找你 下人进门前来禀报 李家大哥眼睛一亮 姑娘 不会是诺诺吧 李家大哥卷起一阵风 跑向山庄大门 老庄主被风扬了一连土 却没有丝毫不高兴 呵呵笑道 难得看到你大哥这样 来的人说不定 就会成为你的大嫂呢 李家大哥和韩诺终于成功会师了 韩诺坚士的身份一说出来 吓了老庄主三人一跳 不过他们还是很真诚地 接受了韩诺的委托 帮忙照顾 肇事这个小皇帝 卓一航道 我大哥真厉害 将找了一个公主做妻子 老庄主的 不愧是我的儿子 有本事 庄主夫人 虽然是公主身份 但挺好相处的 嗯 果然是儿子有眼光呀 韩诺和李家大哥终于坐到一起 诉说来到这个世界后 彼此的遭遇 没想到那个孩子 竟然是宋端宗 李家大哥感叹道 哎 她挺有运气 有你这个姐姐 避免了早要的命运 就让她一直呆在刘泉山庄吧 我娘很喜欢孩子 肯定会照顾好她 韩诺点点头问道 哎 对了 你见过男主角了吗 他长得什么样啊 还不错 李家大哥 可不想刚跟韩诺见面 就讨论别的男人 转移话题道 你还有一个弟弟吧 历史上说 他在崖山被蒙古军逼得跳海而死 你要救他吗 韩诺毫不犹豫地点头 当然要救了 那是我弟弟 而且年龄还那么小 李家大哥道 可是这个世界上的天道不允许历史 有重大改变 我知道 韩诺道 我想了一个法子 在阎山一带设立一个幻境 让蒙古人以为我弟弟他们都死了 然后将那些人带到海外去 李家大哥问 要瞒过天下所有人 这个幻境可不小 而且持续的时间要长 只有你和我 怕是完不成 韩诺道 我们去找这个世界的修真者 请他们出手帮忙 李家大哥皱眉 他们可能帮助我们吗 毕竟十万条人命啊 全部救下来也是一番功德 相信会有人愿意的 李家大哥文言点了点头 庄主夫人 果然如李家大哥所说的 对小黄泥肇事非常好 为了小孩着想 韩诺封闭了他以往的记忆 如今的他 就如同平常的孩子一般活泼可爱 不但庄主夫人 老庄主也喜欢上了这个孩子 最后争得韩诺的同意 将赵氏收为自己的弟子 教起武功 李家大哥将庄主的位置 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卓一航 陪着韩诺离开山庄 对此老庄主和庄主夫人 都没有说什么 很平静地送走两个人 只不过 在李家大哥背影消失时 庄主夫人流下了眼泪 娘 你要相信大哥 他那么有本事 肯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卓一航扶住庄主夫人的胳膊 卓博安慰他道 老庄主也开枪道 别哭哭啼啼了 那小子厉害着呢 否则也不会把刘泉山庄 搬到岛上来 保存了我们整个山庄 而且那位晋国公主 也不是普通人 远金应该奈何不了他们 真的吗 庄主夫人眼泪汪汪地问 老庄主狠狠地点了一下头 你不相信老子 还不相信你儿子吗 斩龙脉的主角南风宁 十九年的理念 全部崩塌了 他没想到 这个世界是有神仙的 在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他竟然误入了 神仙所在的仙界 而且还被告知 自己机缘到来了 也可以修成神仙 可想而知 南风宁有多么兴奋 多么高兴 若非还担心母亲 担心弟弟和妹妹 他几乎要高歌一曲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订阅 在这儿? 叙青 在这儿? 兙青 叙青 叙青 尾青 成 精